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大庄严论经 在大政杖第四册 304页上南到305页中南 过去佛在居散弥国时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有一位比丘为了小事 被律师判定有罪 可是当事人却认为自己没有过失 于是这位比丘向各方控诉 得到不少比丘的支持 就这样子 一方面主张有罪 另一方面认为这个比丘没有罪 双方争论不休 最后竟使得原本合和的僧团 分成两部 即使佛再怎么劝谏 他们也都不听从 彼此斗争了很久 在当地的国王 臣民等等 他们本来看到世尊在那个地方都非常欢喜 看到众生合合 大家都很乐意的布施供养 可是因为这些比丘们彼此互相斗争 佛劝也劝不听 所以佛就离开了那个国家 当地的人就觉得很懊恼 说就因为这些比丘互相斗争 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再亲近世尊 没有办法再听闻佛的开示 所以大家都非常不满 觉得都是因为这些比丘斗争的缘故 爱了佛离开了 所以他们就互相约定 从此不再跟这些斗争的比丘说话 也不再供养他们 后来还是这位当事人的比丘 他自己认错了 双方都向佛陀参伪 僧团才又恢复合合 清静 在《大庄严论经》里面 就记录了这件事 参称痴 这是三读 由于称慧的缘故 即使佛劝谏大众 有的人都还无法接受 所以有智慧的人 应该要断称慧 过去曾经听闻 居散迷以秋 因为彼此争论不休 互相斗争而分成两步 这个都是由于双方 各自认为自己有理 而互相争辩斗争 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那时世尊以无上大悲心 伸出相伦手 相伦手是八十种好 其中的一项 来制止朱比丘 希望他们能够停止斗争 佛说了一段祭颂 大义如下 比丘们不要再斗争了 斗争多败坏 双方争辩 会论个输赢不可 这样子都没有停息 不断继续地争辩 永无休止 这样的话 容易被世间人所激闲 只是增长不利的事 比丘为了殊胜的利益 远离贪爱 舍弃家庭 妻子儿女 为了追求解脱 就应该依着出家法 不要造作不应该做的事 应当以智慧勾 来约束转化傲慢心 如果因为不顺着自己的心意 就产生斗争 那只会招来种种怨恨灾害 可以说称慧是怨恨 及灾害的根本 医子出家法 不应该起不和顺的心 如果起了称心 就像清凉的冷水当中 生起猛烈的火一样 既然已经出家 穿着身服 就应当好好休息善访 穿着这件身服 就应该良善寂静 应该经常思维 好好调柔自己 为何穿着这身服 却又用愤怒的眼神 瞪大眼睛 皱着眉头 又缩着鼻梁 而生起称慧的念头呢 应当意念 穿着身服 又替法 献出家相 标记了出家人的身份 出了家 所有的一切都舍弃 怎么还与人斗争不休呢 既然标记着这样的表象 就应当要断除 斗争才好 当时 比丘和掌 向佛说 世尊 请佛见谅 宽恕我们 那些比丘 非常轻视我 我怎么能够不报复呢 接着 这个比丘 就说了几首寄宋 大意如下 对方 都是一些非常难调伏的人 我即使容忍他们 反而会被他们更加地看清 我本来想要忍入表现的谦虚和顺 却更增长了对方的怒火 他们心存恶念 想要以种种毁谤责备 强加在我身上 这就好像拿斧头 要来砍石头一样 对方 想要对我强加指责毁谤 我也一定会报复他 这时 世尊就像慈父一样 再次对比丘们 劝戒说 出家人应当精进 用各种方便 断除称毁 如果随顺者称毁 那就太违背了 佛所说的证理了 称毁的过失 实在是太多了 接着 佛以一段寄宋 说明称毁的过失 大意如下 称就像锐利的刀一样 即使关系再怎么样 深厚密切 也会因为你起了称心 而让精密 关系深厚的人 都乖离而去 称也会伤害 如法及 遵守戒律的人 称毁对于出家来说 是非常不适宜的 贤恨就好像屠夫的家所 由于称毁又被家所欺服 最后导致死亡 当然是非常恐怖的事 称毁是清贱的住宅 我们如果一起称任心 相貌就会变得丑陋 所以称毁也是丑陋的种子 称毁也是出恶语的伴侣 称心也是烧毁正义念的功德林 称毁也像指示恶道的引导 称毁也是斗争怨害的入口 称毁是恶民生的温床 称毁也是急速增长造恶的资本 称毁的人容易被人家所激贤 也会被人谩骂指责 所以你们应当要好好观察 称毁的过失 接着世尊又说了一段寄宋 称毁的过失比凶暴的门虎 还更加剧烈 要像二窗很难加以碰触 称毁也像毒蛇 大家都不喜欢看它 称毁的人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样子 称毁的人连睡觉 都感到痛苦 不能安稳 称毁还会毁坏好的名声 称毁非常赤胜的人 不但不能够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 而对别人的所作所为 他也无法明了真相 当大家要分享各种财务利益的时候 都不会把称毁的人算在内 如果大家在细效欢乐的场合 称毁的人也不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像这样各种利益的事都是由于称毁的缘故而得不到 称毁的人总是得不到大家的喜爱 诸如此类的事 真是不胜美举 怀着羞耻 悔恨遗憾 就算是以百张口舌苦口婆心的说 都说不完 这里只是大略举几个事例来说明而已 如果因为称毁而堕入地狱 遭受的苦报 说也说不完 起了称毁心而造恶业的话 不但会带来悔恨 而且令身心焦躁不安 所以有智慧的人应当要断除 称毁心以及斗争 这时如来为比丘们说种种法 但是比丘们仍然没有办法熄灭自己的称毁心 由于这样的因缘 使得诸天善神都非常不满 善神接着就说了底下一段祭送 大意如下 较像在污称的水当中 如果放入一颗摩尼宝珠 水就会变得很清澈 再也不会有一点污浊够会 如来较像人中的珍宝 为了比丘们随顺大众的根性 以种种方便演说各种美妙的善法 可是这些比丘们的心里 还是一样污浊不清净 即使佛力如宝珠 可以让众生心里得到清净 但是这些比丘们依旧如故 甘愿堕落做一潭污水 就像太阳照耀着世间 除灭种种黑暗 佛就像太阳一样亲近你们 可是你们却因为黑暗的愚痴心过重 无法得到光明 然而这些比丘们 还是一样皱着眉头争论不休 而且对佛说 佛您是法主 您老人家有所不知啊 您先静静地在旁边等候便客 我们自己知道如何处理啊 佛您老人家就不要插手了 佛听了这些话以后 就很失望地离开了 前往距离此处 十二游巡以外的周婆林 在一棵树下静坐 并且这样的思维 我现在离开了 居散迷那群斗争的比丘 这时候有一头相王 也避开了相群 来到树下 距离佛不远的地方 地目而安住 心里面也是生起这样的念头 我离开了群相 我感到非常地清静 佛知道相王心里的想法 就说了一首祭颂 那头相跟这头相的牙 都很长 都远离了群众 而好要寂静 他就是相王好要独居 我法王也是如此 远离斗争的群众聚会的地方 佛说了这祭颂以后 入神禅定 比丘们不接受佛的教诲之后 因为当地的国王 臣民大众 大家都起激贤 不在供养这些比丘 所以这些比丘们 心生懊悔 这时不止天神不满 连全国人民听到比丘们这样争论不休 也都起了诚恨心 大声呵斥这些比丘 于是比丘们就互相说 哎呀我们错了 要怎样才能够再见到佛 因为我们这样争论不休 佛都离开我们了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再见到佛呢 我们应当一起合掌 向佛参会 请求佛的宽恕 这些比丘就说了一段寄宋 大意如下 世尊是三界的导师 我们违背了佛的教诲 称会罪恶的过失 常住在我们的心中 悔恨就如赤圣的门火一样 焚烧正面的功德灵 善哉大慈大悲的佛 但愿再为我们说法 我们现在发了大愿 一定要求得解脱 从今以后 宁可舍生命 也不会再违背我的教诲了 我知道比丘心里的想法 就说了一段寄宋 制止贪欲称会 不随顺脑断 我今天应当起悲心 再度 就拔众生的苦难 凡夫众生 就像婴儿那样 没有智慧 他们造作了 种种的过失 有智慧的人 应当忍受 譬如有人将小孩抱在怀中 虽然有种种污秽不进物 也不能因为有臭分 就丢弃自己的小孩而不顾 于是如来未比丘们 说六合径之法 六合径 见和同解 这个就是见解 大家一致 可以同样得到解脱 再来 借和同行 就是借律 大家共同遵守 立和同君 就是经济 利益 大家平均分享 这三个 是和和的本质 另外 和和要表现在 深口意上面 那就要深和同住 大家共同恨住 再来 与和无争 言语都很和顺 没有斗争 再来 异和同乐 在心里面 大家都很欢悦 这是和和的表现 佛以这六合径 让女丘们 玩得和和清静 因此佛说 我们要断称慧 这个故事 有几个地方 值得我们反省的 就是 并不是在争论道理 有时候我们为了 还我公道 争论不休 其实佛告诉我们 不是只是这个道理 要注意 心里有没有起 与诚恨心 这个才是重点 诚恨心有很多的过失 我们要小心 因为称慧 容易引来人家的清见 只会招来恶民生 也是入恶道的入门 是怨害的温床 造作恶业的根本 所以我们要留意 以上简单与这些 跟大家共面 能不能 我们要留意 他们会招来